大家好,我是吉岩游侠,现在在伊朗的德铁郎 今天晚上给大家随便聊一聊 关于我在德铁郎所遇到的一些商业的机会吧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机会啊 反正我感觉是那么回事 也不一定是可行的 首先我们聊聊关于最近有很多网友 说找我过来啊,有什么贸易可以做 因为国里好多人啊 他们说太卷了,出来试试看 好几个我就拿一个典型的一个朋友 他在国内做什么贸易,做什么工作 我也没太细致的问 他问我了一个简单的贸易问题 然后他说,在这边可不可以做糖葫芦 我当时就闷了啊,从来没有有朋友们来问我 关于这样的贸易 就是自己做一些糖葫芦,然后卖 然后逐渐逐渐发展联手的那种形式 他大概的就是这种想法 我在想,好多种种做买法 要不就是搞一些服装批发,电子产品批发 然后一些婚业云品批发 来卖到伊朗这边来 他却说做一些糖葫芦 这些非常日常的小的贸易 从他身上可以看出 国内有一部分吧 生意不好做 确实,能从他的身上体验多 嗯,那我这也大概跟他聊了一下 关于这个糖葫芦的事 首先伊朗这边他们吃甜的吃酸的 那是肯定的 然后以这种山楂果糖 这种用酸用甜的形式 他们没有看到过 不知道能不能接受 我很客观的跟他说这些事情 但是他们这边吃甜吃酸的 是非常喜欢 这一点是无论之一的 可我就告诉他 你可以尝试 嗯,然后 跟他聊了一些 这是一个 还有其他的人也很多 他说 工厂里有很多 存货 还有很多设备在那里 卖不出去 能不能来伊朗这边看一看 这个时候我就不能给他 明确的打扑了 我没有涉及到一些 嗯,那个五金啊 或者设备啊 我都没有涉及到 但是呢 我知道在去年和今年左右吧 伊朗呢 在中国进口了很多的住宿机 有很多的做贸易的朋友 青瓜的朋友 他们已经说了 伊朗进口了很多住宿机 还有一些吹速机 这东西呢 已经很多了 导致伊朗现在的塑料颗粒 他们自己的有时候都不够用 战胜料的时候绝对不够做贸易 他们自己不够用 所以说呢 他们住宿机很多 但是他们的模具 都是一些老旧款的 或者是更新不是很及时的那种 我在想的话 这个模具这一块 对他们来说可能是一个 是一个需求方向 因为中国国内关于这方面的人才和经验 是非常多的 伊朗呢 制作模具这一块 可能会欠缺一点 嗯 还有很多朋友们 来到伊朗之后做一些日运品 他会去商场发展去看看 然后看看价格什么之类的 但是我感觉这些呢 不能做一个 不能做一个单一的考察 因为每一个城市 每个城庄 他们可能的价格是不一样的 他们有自己的 渠道 困制自己的成本 我在我们楼下小区里面有一个 商场 我看了一下一个饮水机 折合人民币 折合人民币是一千人民币 就是普通的饮水机 就是大桶的 你帮我拿下来的 你帮我拿下来的桶 你帮我拿下来的桶 清水机是带 自冷的 因为伊朗这边热嘛 绝大问题 家庭的话 如果要这个机器的话 肯定必须要自冷的 他们小颗冷水 嗯 国内的大概多少钱 我们那个时候看的话也就 几百块钱 一两百块钱还是 但是他在这里一切 但是首先你不能单单看 我的价格 还有一个产品就是吹风机 在这边我去商场看了好多吹风机 都一千块钱 接近一千块钱人民币 我都 也可能是那个吹风机是质量好的吧 可能是或者是看国家的吧 这些是我看到的一些价格我看的东西 然后我发现有些行业呢 在伊朗是可行的 我给大家讲一讲 医用的不锈钢 还有就是食用的不锈钢 食品级的和医用级的不锈钢 我感觉有市场 这个带有技术含量的 你只要带技术含量的东西 伊朗这边就会有一些市场 还有就是 我的一个朋友 他说了 就是在伊朗这个商场啊 或者是机铁站附近啊 你可以搞那个那烤厂 中国国内的话 就是一条一条都能来往那加热了烤厂 我感觉就是我的朋友他感觉有市场 具体的 也没有烤厂 因为在地铁 有些地方我们看了 要么就是买盆帐的爆米花啊 盆帐食品啊 要么就是香水啊 要么就是汉堡啊 他们汉堡其实不好吃 超级不好吃 都是类似于这样的东西 这种烤厂 我感觉有一点失常 因为在地铁站那一本 通过的人很多很多 德亚南首都 它的 人口在一千多万人 然后它的 地面交通是非常不好的 非常堵车的 对于大部分人坐地铁三下巴 在地铁 很多地方这流量是非常大的 烤厂是一个好项目 抓娃娃机的话 在伊朗这边有一部分 但不多 具体有没有市场也不知道 反正我有看到过有抓娃娃机 我那个朋友上的感觉 你试一试 嗯 整的来说 在伊朗呢 你带有技术性的 然后如果能在本地生产 这样的项目的房 我感觉还是可以的 就是不说那种大的贸易哦 有些小的 带一些技术含量的问题 在伊朗是有市场的 很多产品它都是 技术不是那么先进的 它东西都有 在伊朗很多东西都有的 但是它的品质和它的 产品的质量啊 技术性啊 都是比较落后的 哦 据我所知在伊朗这边 他们 有些中国人能挣到钱的就是项目 那个 磁装 地装啊 这个东西呢 伊朗他们技术是落后的 呃 中国人做出来的磁装 又结实 花纹又多 所以说很受欢迎的 那就是我身后的这种呢 墙子 大家不知道怎么能看到 这是墙上墙子 其实也是一个 技术 这个上面的话是可以做的 呃 因为这些东西不是伊朗的传统嘛 伊朗传统什么地毯啊 或者是 类似于这些的话是伊朗的传统项目 就 不需要跟他们竞争 但是我们做的那些他们生活当中 需要 但是呢又有技术含量的东西 加装里面的话 我认为 墙子 有技术含量 然后质量 呃 也好 中国人做出来的质量也都好 再就是地装 磁装 所以说技术含量的 我这是举个例子啊 举的是两个例子 但是其他生活上面的东西 我感觉 还是有市场 呃 山河板我不知道 呃 有没有市场 我没有了解过啊 依然是缺木头的 如果用墓穴或者是什么东西来做成板材 嗯 说不定 有点市场 就是大家日常生活上面必须要用的东西 但是呢又有一点技术含量的东西 在这里有市场 我等我 我不能百分百给大家保障 就是哎呀这个东西好这个东西能做 不能确认啊 只能是我自己的分析下来的结果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关于大众贸易的这些东西 到时候再说吧 好不好 那我们今天就不啰嗦那么多了 就聊到这里吧 下期见拜拜 下期见 下期见